第九章 流沙河收沙悟尽 不知不觉,转眼间到了秋天,这天师徒三人来到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边,见河上没有桥,河里没有渡船。 很快就到秋天了,他们三个人来到了一条大河边,河上没有桥也没有船。 唐僧心想,我们该如何渡河呢? 突然看见岸边的一块石碑上刻着流沙河三个字。 他在想怎么过去呢?然后他看到这块石碑上面写着流沙河。 这时,突然从河里钻出一个凶恶的妖怪,直奔唐僧而来,悟空背起师父就跑。 突然出来了一个妖怪,然后呢,悟空背着师父,这个动作叫背啊,背起师父就跑。 八戒见状,拿起钉耙就与妖怪打斗起来,可是他们打了很多回合,仍然不分胜负。 八戒和他就打呀打呀,打了很多个回合,回合就是打来打去一次两次三次打了很多次, 但是仍然分不出胜负,就是他们两个一样,水平一样,没有人输也没有人赢。 悟空安顿好师父后,也来应战,他挥棒朝妖怪打去,谁知妖怪却转身钻进河里。 安顿好师父就是让师父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,然后呢,悟空又回来打这个妖怪。 谁知道呢,妖怪就钻到水里去了。 八戒水性好,所以悟空让他先引妖怪出来,然后装作输了,往岸上跑。 水性好就是很能游泳,在水里做事情的话比较快,也有效率,水性好。 所以呢,悟空让他去引妖怪出来,然后呢,让这个妖怪来岸上打。 如果在水里打的话呢,妖怪很厉害,但是来到岸上打的话呢,妖怪就不行了。 妖怪也紧跟上岸,这时悟空挥棒就打,妖怪不敌,逃入水中再也不出来了。 来到岸上打的话呢,这个妖怪就不行了,然后呢,妖怪不敌,不敌的意思就是不行了,打不过,悟空会赢。 所以呢,他又逃到水里去了,就不出来了。 悟空没有办法,只好来到紫竹林,向观世音菩萨说明情况,请他想办法。 悟空没办法了,所以呢,他去找观世音菩萨。 菩萨说,他原是天上的卷帘大将,因罪被贬,后被我劝化,愿保护唐僧,西天取经。 原来呢,这个妖怪以前是天上的一个大将,是天上的一个神仙,然后也是和他一样,和猪八戒一样,犯了错误以后呢,就受到惩罚,就来到了人间。 他也愿意保护唐僧,一起去西天取经。 菩萨派慧暗陪悟空回到流沙河,让他在河面上大喊, 悟尽快出来! 妖怪一听,知道是菩萨的人来了,连忙从水底钻了出来,上前向慧暗行礼。 慧暗讲明了唐僧的身份,妖怪随即叩拜了唐僧,并请求他原谅自己的罪过。 她现在知道啊,原来她是我的师父啊,然后就叩拜,叩拜这个动作。 请原谅我,对不起。 唐僧见他诚心归一,便为他剃了头,并给他取了别名,叫沙僧。 剃头啊,给他理发,帮他剪头发。 然后呢,给他一个新的名字,叫沙僧。 接着,沙僧暗会暗的指示,将脖子上的九个骷髅变成一只法船,让大家蹬了上去。 他听他的安排,把他脖子上的这个骷髅,这个就是骷髅,人的人头骨骷髅,变成法船,让大家蹬了上去,让大家坐。 唐僧,左边有八戒,右边有沙僧,悟空牵着白龙马,一行人平安地渡了河。 等他们上了岸,回岸便转身离去了。 唐僧带着三个徒弟,继续向西前行。 第十章 偷吃人参国惹祸 祸都是坏事不好的事。 师徒四人这天来到万寿山武庄灌,恰巧灌主郑元子有事外出了,郑元子走前就预知腾僧一行会到,便留下两个童子招待他们。 这里就是武庄灌,灌是以前道教的一个场所。 那灌主,这个灌的主人叫郑元子,他呢有事情不在灌里出去了,但是郑元子走之前就知道他们会来这儿,所以呢就安排了两个童子,就是他们两位,招待他们,迎接他们,欢迎他们。 童子按师傅的交代,摘了两颗人参果给唐僧吃,可唐僧不知是神果,不肯吃。 童子给唐僧吃这个人参果,这个就是人参果哈,人参果长得像孩子,小孩一样。 唐僧不知道是神参果,他不肯吃就不愿意吃,不肯就是不愿意不想。 而且他看到这个人参果的样子是小孩的样子,他就更是不想吃。 恰巧童子谈论人参果时,被八戒听见了,八戒嘴馋,便叫悟空偷几个果子来尝鲜。 童子们说人参果的时候呢,八戒听见了,然后八戒就很想吃,嘴馋就是想吃的意思,嘴馋。 就让悟空去偷这个果子来吃吃看。 悟空先偷走摘果的金鸡子,然后到后院敲下一个果子,可果子一落地却不见了。 悟空呢,偷来了摘果子的金鸡子,他手里拿的这个就是金鸡子,只有用这个东西才可以摘它们。 但是他用这个去摘,打的时候就掉下来,这果子掉到地上就不见了,没了。 悟空叫出土地神,问他是怎么回事,土地神说,这人参果一遇到土就会钻进去。 这个就是土地神,他是活在地里的神,那土地神就说这个果子掉到地里去呢,就会钻进去。 悟空又打下三个果子,与八戒和沙僧分持,八戒一口吞了果子,还让悟空再去偷。 他偷来了三个,然后一人一个,但是八戒呢,还觉得不够,你还要再去偷几个。 这些话恰巧被童子听到了,童子这才发现少了四个果子,就去找唐僧问罪。 童子知道了这个果子被偷了以后呢,就去问他们。 悟空承认偷了三个,但童子却说四个,还不停辱骂,悟空一气之下,将树连根推倒。 悟空说只偷了三个,但是童子说是四个,然后他们之间就吵架了。 悟空一气之下,一气之下就是非常生气的情况下,就把这棵树给推倒了,这样就推倒了。 童子很快知道了,大惊失色,恐怕师父怪罪,便用即将师徒四人锁在房里。 童子大惊失色,被吓到了,因为树已经被打倒了嘛,所以他们很害怕,怕师父怪罪,师父就会生气,他们的师父会生气,所以呢,他们把四个人关在房间里,锁起来,锁在房里,不让他们出来。 悟空用金箍棒使了个解锁法,轻松打开房门,又摸出两只磕睡虫,让童子睡着了,然后带领大家逃了出来。 悟空用这个金箍棒把门打开了,然后给两个童子吃了这个磕睡虫,吃了以后就会睡觉的虫,让他们睡了,然后呢,带着大家跑了。 不久,正圆子回来了,他听说事情后,立刻驾云追上唐僧师徒,向他们讨树。 正圆子知道了,他回来了以后,知道这件事情了,就驾云,要坐在云上,来追他们,让他们把树还给他。 嗯,还我的树,我的树被你们打倒了,还给我。 悟空举棒要打,不料正圆子一盏袍袖,将他们连人带马拢住,带回关,绑了起来。 悟空本来要打,但是他一盏袍袍,这个就是袍袍,就把他们抓起来了,带回了关,全部被带回来了,关起来了。 正圆子让童子鞭打悟空,可悟空任凭怎么鞭打,都不喊痛。 有时用这个鞭子,这个叫鞭子,啪啪啪啪,打悟空,但是怎么打悟空都,啊,不疼不疼不疼。 正圆子向油炸悟空,悟空就暗中将石狮子变成替身,结果油锅被砸了个大窟窿。 想油炸,油炸就是用油,炸悟空,但是悟空就把这个石狮子变成自己,然后呢,他们把这个石狮子放到锅里去的时候呢,结果油锅被砸了个大窟窿,就是把这个石狮子丢进去的时候,锅坏了,锅就坏了。 正圆子气得要油炸唐僧,悟空忙答应,还他果树,随即请来观世音菩萨帮忙,油炸悟空是失败了,那么正圆子就说,那我油炸你的师父,唐僧。 那这个时候呢,悟空,啊,别炸,别炸,我还你的果树,然后就请来了观世音菩萨。 菩萨用杨柳枝占瓶中的甘露,画了一道符,转眼间树活了,并且结满了果子。 菩萨呢,用他的这个杨柳枝啊,就复活了这棵树。 啊,正圆子见了十分高兴,索性敲下十个果子,开了个人参果会,请大家共同品尝人参果,然后唐僧师徒又向西而去。 正圆子很高兴,所以就请大家吃人参果。 第十一章,悟空三打白骨精。 一天,师徒四人来到一座名叫白虎林的高山前,又累又饿。 悟空便腾云去远处山上,摘桃给大家吃。 悟空一走,惊动了山中的白骨精。 他们四个人来到了一座高山前,这座山叫白虎林。 他们在这儿,休息的时候悟空去给大家找吃的。 然后一走,悟空走的时候呢,这个白骨精就来了。 他就是白骨精了。 白骨精听说吃唐僧肉可长生不老,便想捉住他,他摇身变成一名美貌女子。 听说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,就是不会死。 他就想吃唐僧的肉,所以把自己变成一个美女。 然后他左手提个青纱罐,右手提个绿瓷瓶,笑呵呵呵地向唐僧走过来。 左手提个青纱罐,右手提个绿瓷瓶,哈哈哈哈哈哈就一边微笑着走来。 白骨精说,我提的是美味的斋饭,是特地给你们的。 八戒一听,就要上前去吃。 斋饭就是素食,没有肉的,和尚可以吃的。 他们都是和尚,可以吃的斋饭。 然后呢,八戒一听呢,就要上前吃。 就在这时,悟空摘桃回来了,他用火眼睛睛,一下就看出,那个女子是白骨精变的。 于是,扔下装桃子的钵鱼,举起金箍棒,就打死了女子。 悟空回来的时候呢,看到这个女子,一看就知道是妖怪,所以就打死了她。 白骨精留下一句假诗,真身却逃跑了,唐僧不知内情,气得念了一会儿锦箍咒。 唐僧呢,以为悟空不听话,打死了普通人,所以呢,非常生气,就念锦箍咒。 一念锦箍咒,悟空头就疼。 白骨精没有得手,仍然不死心,接着他变成一个白发老婆婆,假装来寻女儿。 然后那白骨精又变成了一个老人,假装啊,假的来找,啊,来找这个,他的女儿,嗯,来找女儿。 悟空看出白骨精的伎俩,举棒就打,白骨精和上次一样逃跑了,留下一句假诗。 他又被悟空看出来了,你就是那个白骨精,你就是妖怪,啪,又把他打死了。 然后他还是留下一句假诗,就假的尸体,然后又跑了。 唐僧十分生气,把锦箍咒念了整整二十遍,直到悟空保证再不杀人才停。 唐僧以为悟空又杀人了,所以就念了二十遍锦箍咒。 念锦箍咒的话呢,悟空就非常非常疼。 悟空就说,好好好,我不再杀人了。 但是唐僧不知道,他们都是妖怪,都是白骨精。 白骨精不肯轻易放走唐僧,于是又变成一个老公公。 悟空这次一棒打死了他。 白骨精又变成了一个老公公,还是被悟空看出来了,又打死了他。 唐僧见状,又要念咒,悟空却让他看那只尸体。 唐僧一看,原来是一堆白骷髅。 这个就是骷髅,人的骨头,白骷髅。 唐僧看到悟空又杀人了,打算念锦箍咒。 但是悟空就说,师父你看,就是一堆白骷髅,这个就是白骷髅。 接着,悟空说出真相,可八戒不明事理,挑拨唐僧再次念咒。 悟空向唐僧解释,这些都是妖怪变的,他不是人。 但是八戒不相信,八戒就挑拨唐僧再次念咒。 八戒就说,你快念,紧箍咒吧,他就是杀人了。 悟空疼得跪地求饶,可唐僧根本不听他解释,还要赶他走。 悟空就说了,别念了,师父,好疼啊,好疼啊。 然后,师父就说,你杀人了,你赶快走吧,你不是我的徒弟,我没有你这样的徒弟,走。 悟空不走,唐僧就写下贬书,递给悟空,悟空没法,只好流泪败别。 悟空不想走,但是腾僧还是写了贬书,就是让他走的这个书信,递给他。 悟空没有办法,只好流着眼泪,哭着,再见,师父,就走了。 悟空吩咐沙僧,日后用心保护师父,悟空见师父仍不回心转意,只有离去。 悟空走的时候呢,告诉沙僧,你要好好保护师父,要好好保护师父。 那他看到师父呢,不回心转意,就是没有改变,没有变化,还是让他走的这个心意,所以呢,没办法,只好走了。 悟空回到花果山,看到好多猎人正追杀猴子们,悟空打退猎人,过起逍遥的生活。 悟空呢,回到他的家乡花果山,他看到很多猎人,这些就是猎人,正在追杀猴子,杀他的以前的小猴子们。 所以呢,他打退了猎人们,然后在这儿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。 第十二章,宝相国铲除妖孽。 唐僧将悟空赶走后,带着八戒和沙僧继续西行。 一天,八戒和沙僧去化斋,唐僧就自己在松林里闲逛起来。 现在只有唐僧,八戒和沙僧他们三个人了,然后八戒和沙僧有一天去化斋了,化斋就是出去找吃的,出去找吃的。 然后唐僧自己在这个松林里闲逛,就是走来走去。 唐僧见前方有座宝塔,就走了进去,不想那是黄袍怪的洞府,他很快被捉住了,唐僧被黄袍怪抓了起来。 八戒和沙僧回来后,见师父不在,便到处寻找,一会儿他们就找到了那座宝塔前。 唐僧也是进入了这座宝塔才被抓起来的,然后他俩呢,现在来这儿找他。 黄袍怪出动后,承认自己捉住了唐僧,却不肯放他走,于是双方大打出手。 黄袍怪不放,唐僧走,所以呢,他们就打了起来。 此时,宝相国的三公主向唐僧走来,说,我是被黄袍怪抢来的。 这位是公主,也是被黄袍怪抓过来的。 他告诉唐僧,我也很可怜,我也是被抓来的。 三公主求唐僧,帮他烧信给父母,唐僧答应了。 接着,三公主哄妖怪放走了他。 三公主呢,把一封信交给唐僧,让唐僧呢,给他的父母。 三公主呢,就骗妖怪,就让妖怪放唐僧回家。 因为妖怪很喜欢三公主嘛,所以三公主说的话妖怪都听的。 唐僧三人来到了王宫,把公主的信呈给国王,国王请他们救女儿。 八戒答应了。 唐僧出来以后呢,把这个信交给了这个国王,就是三公主的爸爸。 然后,看了以后呢,他的爸爸就说,你救救我的女儿吧。 八戒就答应了,OK,我们去救你的女儿。 八戒与沙僧来到妖洞前,打坏了洞门。 黄袍怪大怒,制服了沙僧,吓跑了八戒。 黄袍怪得知唐僧在宫中,变去报复,他变成俊男,变取国王的信任,向他认清。 八戒沙僧他们又来找黄袍怪打架,结果呢,黄袍怪赢了,他们跑了。 然后黄袍怪变成了这个俊男帅哥,来骗国王。 黄袍怪说,唐僧才是老虎精,然后暗中将唐僧变成一只猛虎,关进笼子。 黄袍怪骗国王,哎呀,这个唐僧啊,是只老虎。 然后呢,就把唐僧变成老虎,关在了笼子里,这个就是笼子。 八戒自知无力救出师父和师弟,只好来到了花果山, 将实情告诉悟空,请他回去。 八戒呢,知道自己救不了师父,没办法。 所以呢,他又来到了花果山,找到孙悟空,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孙悟空。 悟空八戒赶到妖洞,救出沙僧,并抓住黄袍怪的孩子,公主同意配合降妖。 悟空呢,来到了这个妖怪的洞里,把这个妖怪的孩子也给抓起来了。 然后呢,公主也同意帮助他们。 八戒和沙僧按计划带着孩子来到王宫,黄袍怪见状,奋起直追,一直追尽洞里。 八戒和沙僧呢,按照计划呢,把这个妖怪的小孩给带来了。 那,黄袍怪看到这个情况呢,就追出去了。 这时,变成三公主的悟空说,孩子丢了,我心痛。 黄袍怪忙将宝物舍利子给他。 这个三公主已经不是真的三公主了,他是悟空变的。 然后呢,悟空告诉黄袍怪,我们的孩子丢了,我好难过。 然后呢,这个黄袍怪呢,就把这个宝物舍利子给了他。 悟空一拿到舍利子,就变回原形,与黄袍怪打成一团。 那怪见势不妙,便逃跑了。 悟空拿到舍利子以后呢,就变回原来的样子,和他打了起来。 妖怪看到情况不妙,然后就跑了。 见黄袍怪本领高超,悟空怀疑他是天上的神仙,到天宫一查,才知他是奎木狼。 悟空就觉得这个黄袍怪,不是普通的妖怪,他可能是天上的神仙。 然后呢,悟空就到天上去问玉皇大帝啊。 然后一问呢,才知道他是奎木狼。 玉皇大帝知情后,立刻派人收服了奎木狼。 接着,悟空回到妖洞,救出了三公主。 然后呢,玉皇大帝呢,就帮助了悟空,制服了这个妖怪。 然后呢,救出了三公主。 三公主与国王团聚了,分外高兴。 一会儿,国王叫人把老虎抬了出来。 三公主终于回到了国王的身边,然后国王又让人把老虎抬出来。 悟空念动咒语,把老虎变回师父。 师徒二人,尽释前贤,重归于好。 悟空把师父变回了原来的样子。 尽释前贤,就是两个人呢,都原谅了对方,不生对方的气了。 重归于好,就和好了,就变成原来的关系。 第十三章,乌鸡国治救国王。 一天晚上,师徒四人来到赤剑宝灵寺过夜。 悟空三人睡着了,唐僧独自坐在桌前念诵经文,不一会儿,他也睡着了。 他们来到了赤剑宝灵寺,也是一座寺庙。 他们三个都睡了,唐僧一个人在这儿,诵经文,念经文,不一会儿呢,他也睡着了。 在梦中,唐僧听到有人叫师父,只见一个浑身水淋淋的人正哭着喊他。 原来那人本是乌鸡国的国王,五年前国家大汉,一个钟南山的道士,求下了大雨。 就这个人是乌鸡国的国王,五年前他们国家大汉,大汉就是不下雨。 然后钟南山的道士,这位道士呢,求下了大雨,就求了这个大雨,就下起了大雨。 从此,国王非常信任他,不料有一天,他将国王推下井,变成了国王的样子。 国王呢,就非常相信这个道士,非常喜欢他。 结果呢,这个道士呢,把国王推下了井,推到井里去了,然后变成国王的样子。 国王听说,唐僧的大徒弟是孙悟空,所以求他帮忙,并要他将一块玉龟交给太子。 国王呢,听说唐僧的大徒弟是孙悟空,所以呢,就希望他能够帮忙,把这块玉龟交给太子。 太子就是他的儿子。 说完,国王叩头败别,唐僧起身相送,不料跌了个空,一下惊醒了,他赶紧叫醒悟空,将梦告诉他,悟空看到玉龟,确信了此事。 唐僧呢,起来要送国王走,但是呢,没想到摔倒了,而且没送成,国王消失了。 之后呢,唐僧把这件事情告诉悟空,然后悟空看到玉龟,就相信了这件事情。 天一亮,悟空就去找太子,太子正在打猎,悟空变化为一只白兔,引他来到宝灵寺。 这位就是太子,他呢,正在打猎,然后呢,悟空就变成一只小白兔,让他来追这只小白兔,然后带他来到宝灵寺。 进了寺门,太子见唐僧一动不动的端坐在殿中,十分好奇,急忙上前询问。 进去了以后呢,太子看到唐僧坐在里面一动不动,然后马上过去问。 这时,悟空突然跳了出来,他拿出玉龟,将昨晚的事说了一遍,太子深信不疑。 这个时候呢,悟空把这个玉龟交给太子,然后把事情告诉太子, 太子就相信了。 悟空决心救出国王,晚上,他邀八戒去王宫御花园偷井里的宝贝。 悟空决心救出国王,晚上,他邀八戒去王宫御花园偷井里的宝贝。 悟空呢,很想救国王,所以他让八戒去这个花园里面偷这个井里面的宝贝。 八戒信了,跳进井里,井龙王说,国王的尸体就是宝贝,八戒忙把他背了上来。 八戒跳到井里,井龙王告诉他啊,这个国王的尸体啊,就是你要找的宝贝。 然后,八戒就把这个宝贝背走了。 接着悟空用法把他救活了,第二天,几人与半成道人的国王进宫捣换官文。 悟空呢,把这个国王给救活了,然后呢,他们要来到宫殿捣捣官文,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呢,他们要需要批准,你可以通过,就像海关一样哈。 然后,要在这个官文上盖章,然后他们才可以通过,这个叫导换官文,就是去建海关,和我们建海关,盖章是一样的。 贾国王见道人可疑,便来盘问,悟空趁势把真相说了一遍,他听后转身就逃。 这位就是贾国王,他看到悟空他们带着那个真国王有点奇怪,所以就过来问,结果悟空就把所有的事情。 告诉他,他就吓到了,就想跑。 悟空追上去就打,妖怪见识不妙,就变成唐僧的模样,与唐僧站在一起。 这个妖怪呢,想跑,但是没跑成,就变成唐僧的模样啊。 现在有两个唐僧,一个是假的,一个是真的,与唐僧站在一起。 这样的话呢,他们就不知道谁是真的,谁是假的。 两个唐僧都说自己是真的,悟空也真假难辨,八戒说,会念紧箍咒的才是师父。 这个时候悟空也不知道谁是真的,谁是假的,然后八戒就说,谁会念这个紧箍咒,会让你头疼,谁就是师父。 果然,假唐僧露了线,悟空三人正要追打,却被赶来的文殊菩萨拦住了。 果然,他不会念紧箍咒,然后呢,露了线,然后就让大家知道了,大家都晓得他是坏人,然后大家都要来打他。 这个时候呢,文殊菩萨拦住了,文殊菩萨来了,哎,别打,别打。 文殊菩萨取出照妖镜,往妖怪身上一照,他立刻变回菩萨的坐骑,青毛狮子。 文殊菩萨用这个照妖镜,照这个妖怪,然后妖怪马上变成青毛狮子。 这个狮子就是他的坐骑,坐骑以前叫坐骑,就是以前没有交通工具嘛,相当于文殊菩萨的车子哈,他的汽车。 此时,真相大白,国王再三感谢唐僧师徒,师徒四人告别了国王,又出发了。 现在呢,真相大白,所有人都知道了真相,国王呢,非常感谢他们,然后他们四个人呢, 又告别了国王,又出发了。 第十四章,悟空栗战,红孩儿。 唐僧师徒又走了半个月,这天来到一座陡峭的高山前,突然一朵红云直冲云霄, 荒的三个徒弟连忙站到唐僧身边保护师傅。 他们来到了一座高山的时候,突然有一朵红云, 就来了,他们就很紧张,就站在他旁边保护唐僧。 原来这朵红云中有一个妖精,他听说吃唐僧肉能长生不老,就守在这里。 这朵红云里面就有这个小妖精,他也想吃唐僧肉。 妖精变成一个小孩,掉在一棵树上,大喊,救命! 唐僧见了,忙上前救他。 妖精变成这个小孩,挂在这个树上,让大家来救他,救命啊,救命啊,唐僧要上前救他。 小孩说,我身上痛,要人驼着才行。 于是腾僧就要悟空驼他,悟空无奈地从命。 驼就是这个背一样的哈,让悟空背他。 悟空无奈地从命,意思就是悟空不想背他,但是没办法,师傅让他做,他只好做了,就背着他。 妖精用甲身压在悟空身上,真身跳到半空中,悟空察觉后,把甲身摔了个粉碎。 这个妖怪呢,让甲的身体在悟空的背上,然后自己呢,飞到了半空中。 其实悟空已经知道了,察觉就是知道了,嗯,然后他就把这个甲身摔碎了,嗯,把它扔在地上。 妖精见悟空难缠,就把唐僧掳走了。 悟空忙叫出土地神和山神,询问妖精的来历。 妖精呢,觉得悟空很麻烦,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家伙,然后就把唐僧抓走了。 然后呢,悟空呢,忙叫来土地神和山神,土地神,山神,问他这个妖精是谁呀? 他们说,这妖精名叫红孩儿,是牛魔王的儿子,修行三百年,炼成了三昧真火。 他们就说,这个红孩儿呢,是牛魔王的孩子,已经修行了三百年了,啊,现在呢,已经炼成了三昧真火。 悟空听后大喜,只因他曾与牛魔王结拜过,很快,他与八戒来到红孩儿的洞前。 悟空以前知道这个红孩儿的爸爸,牛魔王,嗯,而且和牛魔王是很好的朋友,所以呢,他听了以后很高兴,所以呢,就来到这儿找红孩儿,来到红孩儿的洞前面找他。 谁知红孩儿不认悟空这个叔叔,还命人推出车,念了咒语,喷火来烧悟空。 悟空找到红孩儿,告诉红孩儿,我认识你爸爸,我和你爸爸关系非常好,你把我的师父放了。 但是红孩儿不听,然后呢,还用这个火烧悟空。 悟空只身上前迎战,不料被红孩儿喷了一口烟,顿时被熏得泪如雨下,落败而逃。 红孩儿用火烧这个悟空,然后用烟喷他,然后悟空呢,这个烟熏到眼睛呢,就会流眼泪嘛,然后悟空就跑了。 悟空被火烧了以后呢,来到这个山剑中用水来清醒自己,结果呢,用水一击,他反而昏过去了。 然后八戒又来救他,所以这个红孩儿还是很厉害的。 悟空醒了以后呢,让八戒去找观世音菩萨,但是结果呢,八戒被红孩儿抓起来了,火捉了,把他抓起来了。 悟空见八戒久去不回,就变成苍蝇,进洞打探,听到红孩儿要请牛魔王来做客。 这是孙悟空变的啊,苍蝇,变成苍蝇。 然后呢,进到这个洞里面去看一下,然后就听到红孩儿说要请他的爸爸,牛魔王来做客。 悟空将计就计,变成牛魔王的样子,来到洞里。 可他大意,露出了马脚,只好逃跑。 这个牛魔王呢,不是真的牛魔王,是悟空变的牛魔王,但是还是被红孩儿发现了,露出了马脚,就是被人知道了,知道他的真实身份,然后呢,没办法,又跑了。 接着,悟空亲自请来菩萨,并引来红孩儿,红孩儿见宝莲台,空着就坐了上去。 这个就是宝莲台。 嗯,观世音菩萨也来了,他见宝莲台空着,没有人,他自己就坐上去了。 这时,菩萨施法,把莲花瓣全变成了刀锋利刃,红孩儿被刺的皮开肉杖,连忙求饶。 菩萨用法力把这个宝莲台的这些花瓣变成了刀,刺到他了,然后呢,他觉得疼,他就求饶了。 哎呦,好疼啊,好疼啊,好害怕。 菩萨知道他也信不改,就变出五个菇,分别套住他的头,双手和双脚,困住了他。 菩萨知道呢,他还是很调皮的,不会听话,所以就变了五个菇,就是头上的这个圆圈。 哎,这个,掏住他的头,双手和双脚。 红孩儿心服口服,菩萨收了他做善财童子,回南海去了,悟空带领大家又上路了。 红孩儿现在已经心服口服了,就是心里面非常佩服他们了,啊,我知道错了。 菩萨说他做善财童子,那现在呢,他要跟着菩萨走了,做菩萨的童子, 就是在菩萨旁边,跟菩萨一起做事,然后呢,悟空他们又继续往西走。 第十五章 通天河站金鱼金 春去秋来,这一日,师徒四人来到一条波涛汹涌的河边,悟空发现,河边立着一块石碑,上面刻着三个大字,通天河。 他们来到了这个河边,石碑上刻着三个大字,通天河。 四人无法过河,只好先到一户人家,借宿,一位老人把他们引进屋,却愁容满面。 他们四个人呢,没办法过这条河,所以呢,就来到了一个人家,然后这个老人欢迎他们,可是这个老人呢,却愁容满面,就是一脸不高兴,一脸难过的样子。 唐僧询问缘由,他说,这里有个灵感大王,每年要吃一对同男同女,否则就发威。 就这个老人告诉唐僧,这里有个灵感大王,每年都要吃同男同女,就是这种,一个男孩,一个女孩,不然的话呢,就要发火,生气。 今年呢,轮到他家祭祀了,老人无奈,正准备交出一双儿女,悟空听后,想了个主意。 今年呢,轮到他家去祭祀,就是要把他的孩子拿出来,给这个灵感大王吃,然后呢,悟空听了以后呢,决定帮助他们。 接着,悟空变成小男孩的模样,又让八戒变成小女孩,让老人把他们送进灵感庙。 这是悟空和八戒变的,他们两个变成了孩子,被送到了灵感庙。 不一会儿,妖怪来了,八戒心急,变回本乡,举爬向他打去,妖怪慌忙钻进河里。 这个就是妖怪啊,妖怪来的时候,他们变回原来的样子,然后要跟他打架,结果呢,妖怪跑了。 悟空料定他住在河里,并不马上追赶,且说,妖怪沮丧的回了府,渔婆忙问原因。 悟空知道他住在河里,就没有马上去追赶了,然后呢,他回到府上的时候呢,渔婆就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了。 妖怪说明情况,渔婆说,不如下一场大雪,是河水结冰,等他们过河时,捉他们。 渔婆就说,不如下一场大雪,让这个雪结冰,这样他们就会走过去,走过去的时候抓住他们。 妖怪大喜,立刻做法下雪,第二天一早,唐僧师徒见河面冻石了,马上准备过河。 他们准备过河了,已经结冰了,所以可以走过去。 刚走到河中,河面突然裂了个大窟窿,除悟空跳了出去,其他人都落入水中。 大窟窿,大窟窿,然后他们都掉进去了,除了悟空,悟空跑了。 悟空下水去找师傅,一直走到水府,他变成虾婆跳进去,听到妖怪准备吃师傅。 这个就是悟空变的,悟空来到水里了,然后他听到他们两个打算吃掉唐僧。 悟空出了水府,正好碰到八戒和沙僧,悟空商量说,你们把妖怪引到岸上。 接着,八戒和沙僧来到水府前叫阵,妖怪听后,匆忙出来迎战,八戒二人边打边往岸上跑,妖怪也追着他们,打出了水面。 八戒和沙僧来到水府前面叫阵,你们出来啊,出来打架啊,然后就来了妖怪,他们就打,打出了水面。 悟空见状,举棒就打,不到三个回合,妖怪就招架不住了,钻到水里不出来,才打了三下哈,不到三个回合就打来打去,那个妖怪就不行了,就钻到水里去了。 悟空只好来到南海,想请观世音菩萨帮忙,却听说他去了紫竹林,随即跟了过去。 悟空呢,没有办法,就来到了南海,又来找观世音菩萨了,又来找观世音菩萨,让他来帮忙。 原来菩萨料定悟空会来,正做竹篮呢,不多时,菩萨提着篮子与悟空来到通天河。 这个就是篮子哈,竹篮,这是菩萨做的,他提着这个,来到了通天河。 菩萨将篮子抛向河中,再提起他时,只见里面装着一条鲸鱼,原来妖怪是鲸鱼精。 他把这个篮子丢到河里,然后再拿起来的时候,就已经抓到这个妖怪了,这个妖怪原来是一条鲸鱼精,这个就是鲸鱼。 悟空救出师父,谢了菩萨,又准备上路,这时老人全家磕头相送, 向他们谢恩,悟空救出了他的师父哈,这一家人呢,都磕头,跪在地上磕头,谢谢他们。 先读到这儿,未完待续。